罐头白米还有好吃的肉粽这些民生物资是由国际市指挥300密万区共同发起的 这项名为众业飘香关怀弱势公益活动 全数物资要捐赠给新庄建案里的弱势家庭 希望透过实际的作为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人间处处有温情 众业飘香关怀弱势 然后这几个会长帮忙出钱出力 然后今天捐赠的物资有白米 然后有罐头一些还有甘粮类的 还有肉粽200克 希望能够取自律车会用自律车会 会长感谢我们的私贤会会长 集贤会还有五谷会 巴黎会中校会 这些都是我们国际自治会300密万区的一个会长 他们平常的话就是热心公益赋予利 同时在今天的端午节前期的话 也共同来参与我们本里的 众业飘香关怀弱势的公益活动 我在这边都要请代表我们所有的 受证的一个礼民的话 像我们的会长还有我们私贤会的话 表达最大的一个诚心跟感谢 新美市议员蔡建棠在百忙之中 也特地前往现场表达关切 对私贤会和建安里热性公益 照顾弱势的大爱精神给予肯定 建安里宣导然后我们私贤会300密万区 我们的私贤还有我们吉贤 五谷巴黎中校会的所有的会长 来共襄盛级送众来我们大家来庆祝端午 再次我们感谢我们私贤会对弱势团体的照顾 冬节快到了看到慈善团体走进里内 捐赠爱心物资给里办公处 里长也颁发感谢状感谢大家的慈善公益 希望让弱势的民众可以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记者黄又贤信中报导